突然想起了小時候我匪累的日子 其實這真的不是來打人 其實這是剛剛呢 市委有提到的 Tutu Design Studio 他們這個是一個 已經其實在國際上 受到非常瘋狂喜愛的 其實這都是戒指耶 可是你說是水泥喔 其實它也不是一般的水泥 你如果真的拿一般的水泥來用 也不能磨成這個樣子 他們自己有研究過配方 跟它的結合金屬的一個特殊成分 所以它做起來之後 其實真的還蠻耐用的 國外的設計師已經有人戴那種 戴過一兩年還完全的完好爐出 就是外面會有自己的 散發的味道跟斑駁 所以它整個就是有一些 高密度的成分存在 那我想特別的應該是它的設計 它的切割面啊造型 像我很喜歡這一組 這一組的感覺真的就是 很像那種羅帽 但是又不是像一般我們知道的 那種羅帽那樣子比較公正的 它是有一個造型的感覺 它很像天然的岩石切割的感覺 粗獷 但是呢可能很多人會看到外表之後 又想到水泥 儘管我們剛剛解釋說 其實它跟一般的水泥不一樣 可是都會想說那是不是戴起來不舒服 那你又錯啊 因為它內環的部分 最內環那一圈其實還是金屬的 對而且是非常符合人體工學的角度 你看它是一種內彎弧度 非常散 戴了之後就會覺得很順暢 也很容易拿下來 不會這樣就卡住了 而且最重要就是它的樣式很多 然後大小任君選擇 你想要完成像這樣子的 都可以挑的到 都可以挑的到 它現場就有大概七到十款 不同的造型跟變化 其實它的這個設計呢 本身參加過東京設計週 還有釜山的設計節來講 都是非常受歡迎的一個品項 其實在國外賣得非常好 已經才去展過日本一次 就已經有十幾個國家跟他們想要拿代理權 哇 對那已經有二十幾個通路點在國際 好不好 非常的讚 但是很可惜 台灣人目前還沒有找到很多知道它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發現之後呢 趕快找他們 網路都找得到 真的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一個商品 然後呢又是很適合 因為現在大家都喜歡戴戒指 對啊展現自己的個性 那我想這個絕對會是你最佳的選擇 像有些的話也可以有這種文字在上面的 有各式各樣的選擇可以讓你很帥氣 對 保證你帶的東西絕對跟人家不同 對啊 這個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現在人喜歡的就是所謂的差異性 跟人家不一樣 那這就是你最好的選擇啦 好不好 可以找出自己的個性所在 我喜歡這個 這個是真正羅帽的道具 對 完全一樣 阿滴 阿滴 唐 嘻聽 從頭 鑑 是 めて 呀 再